字幕提供 它補起來是這樣 也差蠻多的耶 我把這邊也補起來好了 身邊無夾霧,身上無墜露 哈囉大家好,我是斜杠媽咪艾琳艾琳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用的這兩款補土糕的心得 因為這兩年真的都被地震嚇到 去年有一次也是咬的蠻厲害的 然後今年也才剛剛一個大地震 還好那時候我們是在海邊 所以那時候天寬地過沒什麼太大的感覺 然後我就有看我們家的監視器 那個吊燈是這樣盪秋千這樣甩 非常的恐怖 因為地震就造成蠻多裂痕的 那這個裂痕其實是正常的 還有液材質的結合 譬如說木座跟水泥的那個結合 會因為我們譬如說像之前天氣很熱啊 熱在我們說 你現在開了冷氣 然後冷氣壞掉的時候它又開始熱了 這些都會造成裂痕 我通常會跟我的客戶講 如果真的很介意這種裂痕的話 就可以選擇貼壁紙 但是貼壁紙也有它的缺點 就是說容易會畫到 或者是家具可能畫過去錯過之後 它就沒有辦法補得很漂亮 那至少油漆的話 我們可以用買補土糕修補的方式 還是可以修得蠻漂亮的 而且這面牆一旦貼了壁紙之後呢 之後想要改的話只能再貼壁紙 如果要改成油漆的話呢 要去除殘膠是非常麻煩的 好像租房子的人最怕就是 壁掛磚孔的這個問題 其實我建議除非是比較輕的東西 不然的話 只要有一些重量的 我都不太建議用棉丁膠 所以我自己是沒什麼用棉丁膠 因為我覺得磚孔還是最硬勞有益的辦法 今天呢我們家剛好有需要磚孔 要補土的地方 還有之前沒橫膠再貼太久 我發現那不能貼太久 貼太久它吃下來還是會掉起 然後再來就是地震的裂痕 然後我會用這兩罐都去試試看 然後比較給大家看說哪一罐比較好用 那要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罐呢它是大陸的 然後我在蝦皮買的才26塊 然後這一罐呢是我們台灣製造的 那價差還算蠻大 因為這個26塊是真的太便宜的 這兩罐它都有附一個這樣的管子 這個是台灣製造的刮刀 這個有軟一點 那這個本身也是有彈性 但是沒有這個那麼軟 那操作起來當然就是 手感也會不太一樣 給大家看一下掉漆的部分 還有地震的裂痕 好明顯喔 真的看不下去 所以要趕快來補 再來是磚孔磚錯的洞 跟大家介紹要準備的工具 就是衛生紙跟小垃圾桶或垃圾袋 兩種不同的牆面修補膏 另外就是還要再準備砂紙 但是我沒有砂紙 所以我就拿這個磨指甲的磨棒來代替 現在我們就開始吧 我先用這個 我覺得還蠻水的 所以我覺得用之前要搖一搖 如果沒有搖一搖它會擠出一堆水來 這樣子 我是沒有用那個嘴啦 因為那個嘴要重複使用的話 還要把裡面洗乾淨 不然乾在裡面阻塞住了 就等於沒有用了 所以我就乾脆這樣擠 我這樣用是還蠻順手的 那我先用一半 它補起來是這樣 稍微水一點 那這個我現在就要先把它擦掉 不然它乾在上面就很難清 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用這個 大陸的 我覺得這樣用起來感覺啦 如果是說要遮蓋一些髒污的話 感覺它的遮蓋力好像比較好 裡面的水泥的話 它比較白 遮蓋力比較好 因為它沒有那麼水 它的質地是比較真的 跟我們皮圖的圖比較類似 接下來一樣是這一支 我們繼續修補下去 那這個裂縫我就用這一條 真的是比較不好擠 也是不要太用力 才能把比較多的土 留在上面 我覺得好像 有一點比較不好用 是它多刮幾下之後 它比較乾了之後 會有一個現象就是 沒有辦法進到縫隙 可是會有這樣子的 不平整的地方 然後你把它刮掉之後 它就 如果輕輕刮 它表面就會有這種不平整 可是用力刮呢 它雖然平整的 可是它剩下的土 的遮蓋就也不多了 覺得 不是很好用耶 你看它乾了之後 一開始起屑了 它真的乾得比較快 這個對DIY的人可能 不是那麼友善 它說它是樹乾 比較快乾 它表面有點凹凸不平 可能我技術不好 也可能要再用第二次 我們現在用這罐來補上面這個洞 很好擠 補完的表面好像算是比較平整 我把這邊也補起來好了 等乾了之後我發現我錯了 這一支是比較貴的那一支 這一支是大陸便宜的那一支 它乾了之後的遮蓋力非常好耶 而且它一次就成功了耶 那我們誤會它了耶 因為它乾了之後它遮蓋力很好 我來看一下裂的部分 裂的部分呢 也都遮住了 遮蓋力還不錯 但它會有這個屑屑 就是還蠻煩的 等一下 要磨掉會產生很多粉塵 像這個裂縫啊 我還是決定用便宜的這個補 因為它這樣補真的很快 也比較不會有那麼多 像冰淇淋的那種凹凸 我這樣就很快 這個用來的火鍋 超快的煮不滿 就這麼快 自己的煮不滿 他最悠誠的 可以遮蓋 一些水件事情 先來的火鍋 走得了 會不會有 bass 往天的一般 我來的瓶 之後就好像 benefits 這個是有補圖的地方 仔細看的話它還是有一塊白白的 所以呢基本上是都要再上漆 因為像我們一般住家的話 都是玫瑰白白和白 不會是像這樣子的純白 之前在暗場呢我就有披過幾次圖還蠻好玩的 當了一天的游戲工也把家裡有髒物的地方也都漆一漆 漂亮的家是需要用心維持整理的 自己動手過更能體會師傅們的辛勞 也更了解樹葉有專攻 感謝他們我們才有漂亮的家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使用心得 我是覺得他們兩隻各有優缺點 這一隻的話就是我們台灣製造的 我們當然要支持台灣貨 它的優點呢就是很快就乾了 但是相對操作的速度就要快 比較考驗技術 再來就是這一條它的遮蓋力蠻強的 這一條遮蓋力比這一條強 但是呢它要乾掉才看到 所以我們在操作的時候會比較沒有那個感受度跟成就感 另外就是它會沉澱 所以我們在使用前呢要這樣把它搖一搖 要均勻的再擠 不然會先擠出一噸水 最後操作起來呢我覺得它操作難度會比較高 比較容易形成像冰淇淋表面那種凹凸的感覺 比較沒有那麼平滑 那這個缺點呢就會增加我們的打磨時間 還有我們後續清理粉塵的這個困擾 那這一次的優點的話就是它的價格非常便宜 它比較慢乾可以算是優點也可以算缺點 優點就是我們可以慢慢操作去熟悉那個手感不用急 那缺點就是等乾的時間比較長 那我測試下來的話它在修補裂痕的時候 大概十幾分鐘二十分鐘就乾了 掉漆的那一塊呢大約要二三十分鐘 磚孔那個孔洞呢因為它的厚度比較厚 我覺得大概要幾個小時 後來我就等了隔天分兩天 一天劈塗隔天才打磨跟上漆 這一款呢它遮蓋力比較差 所以它等乾之後呢它要再上第二次 所以相對可能會比較耗一些時間 我的建議是如果用這一款的話呢 就一次上比較厚 等隔天乾了之後再打磨上漆 那至於遮蓋力這一款比較差 這一款比較好呢我覺得影響應該也不大 因為就像我說過的我們家裡的油漆不可能都是純白色的 都一定會有一些顏色 所以呢一定都還要再上油漆 它還有一個優點就是它蠻好擠蠻好操作 補過去之後基本上都是平整的 那這樣就可以減少我們打磨的時間跟粉塵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別忘了幫我按讚訂閱分享喔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非常感謝 !